大家好 欢迎收看历姐说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天使一落坠落人间 却激起了人们思域的奇异电影 电影从一场瓢泊道野开始 目光所及 屋外装扮极尽奢华 但却满是寂静寥落 镜头右下角男主角吉姆孤身在此 不同于屋外的冷清 屋内人生顶沸 美酒佳肴 婚歌不断 人们对着美丽的佩蒂祝福不已 今天是佩蒂与吉姆的订婚之夜 也是佩蒂成为父亲温斯顿公司旗下 仙女牌化妆品代言人的日子 一切都十分完美 唯一的岔子出在吉姆身上 即将迎娶富家女的吉姆 并没有嫁入豪门的兴奋 因为她内心一直坚守的作曲家梦想 始终无法实现 还遭到众人的反对 老丈人温斯顿甚至想将她打造成销售人员 音乐与家庭逼迫她必须做出选择 久而久之 吉姆成为了亲友眼中的怪人 她不善交际 孤僻难懂 当贝蒂在屋外找到她时 她没有立即进屋 而是向她表演了一场 一人主演的棒球比赛 结果摔倒狗吃屎 短短十分钟就可以看出 佩蒂和吉姆的不合适 一个务实 一个浪漫 她试图动未婚妻一笑 据换了佩蒂的温柔威胁 聚会随着一群歹徒闯入而画上句号 他们喝退众人 绑走了吉姆 吉姆在歹徒车上有说有笑 原来是自己的好朋友搞的恶作剧 准备为她举办一场属于男人的单身派对 有几个熊朋友也是不容易 心疼吉姆三秒 聚会完毕后 吉姆竟然在游泳池里 捡到了坠落人间的天使 天使因翅膀受伤无法飞天 善良的吉姆 本着谁捡谁负责的态度 将天使带回了家 并对这位天外飞仙悉心照顾 如同一张白纸的天使 长着绝美的容颜 自带圣光的气场 可在吉姆面前 她却像一只雀生生的小猫咪 因为不会人语 她处处依赖着吉姆 因天使的闯入 吉姆的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三方势力的介入 让吉姆应接不暇 女友佩蒂对天使的记恨 扬言要杀死她 几位发小想要将天使卖掉 喊发一笔横财 老丈人温斯顿 因为公司业绩不好 想让天使做她的代言人 每一方势力 都可能将天使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吉姆作为她的亲户人 在与他们斗智斗勇的过程中 和天使的感情也日益深厚 而两人上演了一次又一次的甜蜜日常 也让人感觉极为暖心 例如蠢萌的天使 还不会吃人类食物时 吉姆就带着她吃快餐 吃汉堡时 因发现汉堡会张大嘴 而被吓得尖叫 也对毫无危险的土豆条情有独钟 为了遮蔽她的翅膀 吉姆带她去女装店 披上大衣 穿上高跟鞋的天使 走路都需要吉姆护着 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的依附 到之后相互依靠 早已奠定了基础 但在三方势力的步步紧逼下 吉姆不得不带着天使 归隐山林 而她翅膀上的伤也快痊愈 两人的时光开始进入倒计时 吉姆与她都是人类眼中的异类 但却是最至纯美好的存在 吉姆不攀附权贵 哪怕未婚亲是豪门小姐 也从未想借他人势力完成梦想 她是另一种存在的天使 显露出他人的丑恶 甚有婚约 她也挣扎过 最后勇敢地顺应本心 选择了更适合自己的人 翅膀痊愈之后的天使 面对反派的到来 她用魔法逼退了他们 之后因吉姆身患重病 用魔法为吉姆换来健康 最终化为凡人护士 与吉姆在人间长相厮守 童话终会是美好 这部美国童话 为所有人造了一个美梦 不知道你的心中 有没有完美的童话梦呢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